欢迎收看遇见大人物 我是陈明君 在网络科技时代 消费者买东西的管道越来越多元了 到实体店面购物的次数越来越少 但是花在上网购物的时间却越来越多 因此一个品牌如果想要追求销售的最大化 就不能够固守传统的销售途径 而必须要多管齐下 同时发展线下跟线上的购物通路 但是对于很多企业经营者来说 这个数位转型的过程 真的是充满未知数 究竟该怎么做呢 才能帮助企业顺利的转型 搭上数位商务的高速列车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企业数位转型的专家 第一位是Cyberbeats的行销总监陈彦用 欢迎总监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历百代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副总经理张震生 欢迎副总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一芝萱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廖民坚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要请Cyberbeats的陈总监聊一聊 到底什么叫做数位转型 那在商业领域当中 数位转型需要经过哪一些的过程呢 好的 其实数位转型这个题目 它是一个蛮大的题目 从原本的档案的数位化 到流程的自动化等等 这些都是数位转型 我们讲到一般的商业的情境里头 其实数位转型我们会比较着重在 增加销售通路 还有取得数据 另外就是提升营收 所谓的增加销售通路 其实对于一般的只有 原本只有尸体店面的店家来说 就是开始转到线上去做销售 其实这就是增加了一种 销售通路的一个管道 因为我们Cyberbeats是做的是OMO新零售 所谓的OMO就是online merge offline 就是线上和线下虚实的整合 对 所以说我们提供了像这样子完整的 线上和线下的整合了以后 可以把所有消费者 无论在线上或是线下的数据 全部都收拢在一起 这些数据其实是最真实的 我常常讲就是说 其实消费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你可以对外讲说我喜欢某个品牌 我喜欢我是某个品牌的爱好者 但是请你实际购买的东西 那就是你花了钱是最真实的 所以我们Cyberbeats协助我们的用户 收拢了这些数据以后 再把这些数据拿来做再利用 比方说它可以未来用在商品的开发 定价甚至行销策略等等的 有了这些更精准的数据以后 相信能够协助我们的用户 提升销售 然后提高它的业绩 的确程总监提到过去 这个传统的通路 你可能不太了解说你的消费者是谁 但经过数据转型之后 透过大数据分析可以更了解 你的这个消费者是年龄层 或者是喜欢的购买喜好是哪一些 对后续的产品开发就很重要了 但是进一步的请教程总监 在你的经验里面帮助很多的企业 企业在数据转型的时候 最常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有怎么样去协助他们 其实最常遇到的问题 还是怎么样取得数据 那要取得数据的话 其实就是必须要靠一些我们的工具 像很多的企业 刚开始要做电商的时候 会选择在网络商城上面上架 所以这样你更方便 有一个现成的平台 就可以直接上架了 我举个例子 其实这些网络商城 就有点像是百货公司 人流很多流量很大 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其实它在这些网络商城上架 会有一个问题 就在于说其实你无法取得 后台的那些数据 那因为我们是在做OMO 那所以也就代表说 它是一个新零售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场景 都想到里头去了 所以我们Cerebus也有 包括仓储物流 还有智能POS 所以说从整个仓储物流出货 这样里头的一些数据 还有包括在实体店面 购买的数据里头 全部都收拢在一起 所以呢 我们最近也协助过 包括今天来参加 我们录影的包括 一芝萱 栗白带 还有包括像是FILA 佳能 立英房 生活工厂 易美等等 这些国内外品牌 超过2万间 来进行数位转型 你觉得现在这个数位化 已经是不可立的驱使了 怎么样利用数位的工具呢 后续想出更好的一个行销策略 就很重要了 那我们从企业的这一端 来聊一聊 为什么需要数位转型呢 这个问题呢 首先先请教我们 立百代的张震生副总经理 立百代呢 可能六七年级生 应该都听过 它是一个很有名的 很熟悉的品牌 已经有超过70年的历史 我记得呢 有一句它的口号是说 陪着你长大 从小用到大 它不仅仅是个广告词 也是台湾文具产业的 一个活历史 那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张副总 当初呢 70年的品牌 是怎么样起心动念 要决定推动公司的数位转型 是 我想 这边就如主持人所讲的 我们目前的话 立百年超过70年的历史 但是到了最近 这个一二十年以来 因为网络整个盛行 然后再加上说 目前用人口越来越少 因为大家用电脑嘛 比较少书写的对不对 对 所以而且加上说 目前我们的 以前的采用的模式 是属于盘上的模式 所以加上目前盘上的模式 因为毕竟它的点 还是有所受限 对 网络是属于一个无限大的 再加上我们也想知道说 我们目前整个TA 是朝哪个方向在走 所以我们会开始透过 所谓的数位转型的模式 去了解说 未来消费者 他喜欢的是什么 因为我有透过 整个数据的分析 我们才能知道 我们未来方向要怎么走 包括我们设计的理念 要怎么去走 这样才是我们未来想走的 这也是我们开始要推动 整个数位转型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目标 那静波我想请教一下副总 就是说 过去利百代是做这个 小铅笔起家的 台湾的铅笔产业 一年可以创造两亿元的产值 如果加上原子笔和各式文具 总产值是超过十亿元 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办公室 现在推动数位化和五指化好了 很多文具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那利百代怎么样 化为机为转机 你们好像是有推动观光工厂 跟这个文创的产业 能不能请这个张副总聊一聊 你们怎么样去收服 其实你的品牌 从老到中到小 都能够对你的品牌产生认同 我想目前在这个笔列 就像主持人说的 我们现在笔列 其实已经慢慢的很少人在使用 然后我们从最近的数据分析里面 我们也发现 其实消费者现在买 并不是为了使用它 而是为了收藏它 收藏的价值 反而高于使用的目的 对 所以我们才慢慢转型 是说我们未来把它 设计成一个收藏版的 让人家可以想去收藏它 而不是使用它 所以你今天带来的 是不是就有一些 感觉是拿来收藏用的铅笔 对 因为像我们目前 像最早期我们所生产 是属于事物用品 因为本身它的利润 本来就不是很高 再加上我们现在 目前在使用的人 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才考量说 我们未来要怎么走向 所谓比较水高阶化的 然后让人家可以 喜欢收藏的 那观光工厂的部分 当初是什么样一个想法 想要去把这个 而旧的厂房 改造成观光工厂呢 因为历百代 才七十几年以来 其实我们厂房都非常的老 对 那我们在想说 如何让我们的资产 第一个是这样资产活化 第二是让我们的设备能更新 这也是我们促成说 我们想用观光工厂 因为毕竟七十几年以来 我们还是希望 留下一个所谓的 我们有一个历史 可以让人家 可以做回忆的 然后这个观光工厂 也是在上一年 我们也正式成立 那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有蛮多的 老一辈的 他们还喜欢 有这种回忆存在 老一辈的人会去看 然后年轻人也觉得 蛮有趣的 小孩子应该很喜欢 我们目前观光工厂 应该算是一个 亲子的观光工厂 因为现在不管是老一辈 老中轻 现在目前的年轻人也好 或是年老的人 他们对铅笔 还是有他的回忆存在 尤其是我们的爸爸铅笔 跟小天使的铅笔 其实还是蛮多人的回忆 的确 在企业转型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历经震痛期 那在立百代 推动企业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 你有遇过哪一些挑战 你们怎么样去克服 我想人会是立百代 推动数位转型最大的挑战 因为立百代就是七十几年来 其实员工他的平均年资 其实都是蛮深的 那我们当然在执行当中 我们也是碰到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员工他们 其实会排斥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不想做 那我们就是利用教育训练 不断的教育训练 甚至到派知性能源 专门到那边去教导员工去学习 也在我们的每一个注点 我们都有人专门去帮他们排解困难 让他们经过这个半年 一年多来以来的努力 他们慢慢就能接受 的确 陈总今天在请教你 就立百代刚才副总聊了很多 他是您协助数位转型的成功案例之一 能不能请你谈一下就说 企业在数位转型的时候 遇到最大的门槛是什么 那在转型过程当中 最常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好 其实最大的门槛 我觉得还是在整个思维 还有团队 我们常看到有一些企业 如果是用传统的旧思维 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些 对于整个新零售更了解的团队 来去执行的话 那即便是有很好的工具 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做 那所以我们也见到了这样的痛点 所以我们CELABIS 这边也有推出一些 包括是很完整的课程 有包括电商系统的教学 还有包括数位行销 甚至导流 甚至教你怎么下广告等等的 这些线上和线下的课程 可以让我们的用户 可以随时随地地学习 获取薪资 另外讲到团队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有我们的代营运的团队 等于说有一些企业 他可能还没有找到团队 或还不知道开始怎么进行的时候 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的代营运的团队 就会进入 协助他们来 运营整个新零售的这些平台 让他们能够更快的 母后股之游 好的确 成功的数位转型 让立百代这个70多年的老字号 脱胎换股 变得更有活力 我要希望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产业 怎么样透过企业转型 华丽转身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遇见大人物 在各行各业卖向数位转型的趋势下 有些行业却因为经营者的思维 或是消费者的习惯 似乎总是跟数位科技的浪潮绝缘 传统的烘焙业 就是一个蛮典型的例子 可是在产业环境巨变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等 外在的因素压力之下 有些业者也开始加速发展 AI人工智慧的结账系统 还有烘焙机器人等等 以及跨境电商等服务 希望能够华丽转身更上层楼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陈总监 第一个就是说 你们协助这么多企业 做数位转型的经营当中 各经验当中 有哪一些关键 可以帮助企业华丽转身 让它的竞争力 有办法更上一层楼 其实数位转型的关键有两个 一个是品牌力 一个是技术力 那就以新零售的这个场景 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包括从一般的 传统的实体店面里头的 包括说店面的设计也好 商品的陈列 甚至服务人员的态度 到现在线上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包括去浏览 它的官网的顺畅度 还有结账的容易度等等的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反映 在品牌力上面的展现 所以我们这边在辅导的 超过2万个企业做数位转型的时候 我们也一直会提醒各个企业 就是说在品牌上面的投资 其实是必须 而且是需要一直持续的 因为未来品牌 它当然可能不太像是 一般的行销的活动 马上就可以看到成效 但是只要长期的耕耘 然后继续的投资的话 其实未来品牌的效益 还有效应都会发展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所谓的技术力 店家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 有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店面的店员 不太愿意去推广电商 因为他觉得电商 是抢了他的生意 比方说有客人 有业绩的考量 没错 客人来的店里头 试了东西 试吃试穿了以后 回去线上买 他做的事情就全部都白做工了 所以在我们这边其实只要引入技术 比方说我们Cyberbiz这边 有一个会员 还有分润的功能 基本上未来的消费者 只要进到这个店面里头 他就算是试吃试穿了 没问题 然后他只要留下他的电话号码 成为会员以后 就算他回去 在网路上下单买了 也算是业绩 业绩 对 也算在店员身上 所以用这样子的技术 改变人们的这个习惯 这样就可以增加整个新零售的 全通路的这个发展 你觉得刚才总监提到 这个品牌力当中呢 消费者的感受也很重要 我们提到这个传统的 这个烘焙业一支轩 想请这个总经理聊一聊 一支轩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一个转型的案例 是不是呢 请廖总 廖经理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 您带领一支轩 进行数位转型的成功经验当中 结账好像是一个 蛮重要的关键 对不对 对 没错 我想数位化 在整个零售业来讲的话 是一个现在以及将来 也必须着力的重点 对 我们也一直只要能够优化 我们的商业模式的一些工具 我们都尽量会导入 那简单几个例子 我们旗舰店 五年前有导入工业4.0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云端 然后大数据 物联网以及自动化 走在很前面 我们就已经在这个地方 我们虽然是一个传产业 但是如果没有跟上消费的 一直在进步的那个脚步的话 可能很快就会被淘汰 所以只要有工具 能够优化我们的商业模式的 基本上我们都会尽量去尝试 所以自从我们都会 站在消费者立场去设备一个问题 那因为我们面包是现场烘焙 那没有包装 也没有条码 也没有标签 所以基本上在输入 在POSE系统的时候 几乎都是用人工 对 那人工有时候又会起错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在那个地方想说 尤其那个尖锋时段 我们总共有25家店 那每一家店少得每天的进客数 大概有少得400人 多得一两千人 尤其那个尖锋时段的时候 那排队有时候 你觉得说在那边 是在浪费很多的时间 所以一直想如何 把这个化解这个更方便的 让摄影更方便 所以我们就导入AI摄影系统 其实这个系统 两三年前大概日本就有了 那我们就去日本考察 对 结果发现那个日本很多的 它的本身的软体 他们没有办法试用 而且重点是很多困难 他们还没有办法克服 所以很幸运的 回来我们找到一个 那个Discovery 这一家公司跟我们配合 那满积极的 在半年之内 就照我们的意识 研发出这个 人工这个智慧摄影系统 就是说面包拿去柜台的时候 他自己就算好多少钱了 对 从原来的 平均每一个消费者 大概要浪费 一分多到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缩短 最短可以到七秒钟 好快喔 对 所以这个就缩减了 消费者等候的时间 也不会产生客数跟抱怨 然后我们的同仁 又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做好服务的工作 所以这一路走来 只要能够 优化我们的商业模式 我们都会尽量去尝试 真的很厉害 伊志宣除了导入 AI的结账系统之外 也开设了品牌的官网 服务更多的消费者 我想问一下廖总 过去买面包 就要到现场去买 那官网上面 你是销售什么样的产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大家都了解 很多商业模式是不可逆的 包括从疫情到现在 那很多的消费者可能就不敢出门 甚至不想出门 那我认为 也是不景气的时代 那消费者也会对品牌的信任度 去寻找 那些品牌比较有信任度 所以从这个官网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加深 消费者对我们品牌的印象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能够让消费者 因为他是在进步 不是在进步 我们必须要配合一套的商业模式 来增长我们的业绩 然后让消费者 能够有更好的通路 来购买我们这一些的产品 那当然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希望能够打破 这个区域的限制 因为我们店基本上 都是在北部居多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 中南部的消费群 能够利用这个网路的购物 能够更加快速的 来尝到我们这一些的产品 的确 这个品牌最有名就是绿豆糕 今天那个总经理有带来 不只是北部的观众可以吃到 透过这个网路的官网之后 中南部的观众也可以享受到 绿豆糕的美味 的确呢 其实呢 疫情带来的冲击 让很多的餐饮集团感受到 今年有一个或去年有一个 非常大的竞争的压力 可是像是一支萱 这样经营了好几十年的老品牌 却能够化逆势为优势 靠着平价的面包跟糕点 创造年业额七八亿元的 连锁王国 我想问一下廖总 能不能够分享一下 您的经营心法 坦白讲 我们公司四十几年来 也都有碰到一些逆境 跟挫折的地方 那我自己研发一个叫做 蹲观之制 蹲观之制 就是说碰到逆境 或者碰到困难的时候 基本上 我想有当过兵的 大概都知道 我们在行军的时候 当你碰到有状况的时候 基本上就蹲下来 就蹲下来 先观察一下 所以 没错 所以如果有碰到逆境 或是一些困扰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公司会先认得 不管说你有什么年度计划 会先暂停 就先蹲下来 那这个蹲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蹲下来 然后先去了解一下 整个的状况跟趋势 另外就是蹲马步 就利用这个时候 你没有办法成长跟进步了 就好好的做 我们基本上 应该做的 某一份的训练工作 当然譬如说 蹲下来去这个蹲下来 去观察 我跟你讲蹲观 蹲就这个意思 那观察 整个市场的趋势 然后检查 我们的倒天地降法 还有我们的武力行销 之类的模式 重新做个整对 因为年度计划 既然已经被没有办法走 就必须要创造 另外一个年度计划 所以蹲观 是我们目前 坦白讲 去连疫情 我们就是就这样做 那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是 那个幸福企业 幸福烘焙 烘焙幸福 那我们希望 坦白讲 有快乐的员工 才能够帮助我们 去创造快乐的客户 所以我们非常注意到 这个同龄在公司里面 有没有快乐的工作跟成长 那这是贞观之至嘛 对不对 另一方面 那我们希望能够烘焙好的产品 给夏威德来享用 那这个就是烘焙幸福 所以我们平常是着重 在这方面 幸福 烘焙 烘焙幸福 那只要碰到逆境的时候 就是用到敦观之至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有不同的战术的运用 对不对 好 节目进行到最后呢 我想请三位来宾 来分享一下说 在你们各自的产业 观察到哪一些数位化的趋势 先请教廖总 就是除了一支薛已经导入的 智慧结账系统之外 您认为电商 在未来的烘焙产业里面 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刚有提过 这个只要零售业 在现在或者将来 这个数位化跟智慧化 一定要更加去着力 我觉得这个电子商务 它将来代表的是 第一个 如果你想要打破整个区域性的限制 尤其是实体店面 像我们只有在北部嘛 所以一定要利用这个电子商务 来拓展我们的 打破这个区域性的限制 拓展更大的商机 那第二个 你要去 由这个通路 可以去创造更多的客群 因为很多的市场 是由小众到中众到大众 是 那每一个消费者 他都会寻求说 自己跟自己有共识的人 然后会在那个网络上面 寻成一个团队 在那边讨论 那这个会寻成一种 我们一般想说摩尔效应 摩尔效应 它会成倍数的不断地增加 就是口碑行销的概念 对 那第三个就是 你要增加业绩 一定要寻求这个通路的 那第四个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 借这个电子商务里面 上面一些讯息 你可以很深度地了解 消费者的需求 我认为这个市场都在 只是它不断地重新分配 那分配的主轴是第一个 谁能够了解消费者的 你要马上知道 对 第二个谁能够创造消费者 更多的价值 就因为这样子的话 由这个电子商务里面 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一些 才不断地往前走 没错 那另外也要请教张副总 近年来呢 力百代把核心事业 从文具用品 扩展到这个 眉笔的化妆品的领域 不过呢 化妆品在电商领域的竞争 真的很激烈 我想问一下 你认为要怎么样 才能开创出另外一片蓝海 尤其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口罩妆 其实在目前 应该算是蛮流行的 因为化妆品 已经在这个上面 已经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刚开始 就从眉笔 我们就开始先做这个作业 接着下来我们想说 未来目前 国人也是国律 那也有可能 过两年疫情结束以后 其实国外的发展 国外的旅游 应该会蓬勃发展 所以我们也朝向 所谓的系带型的化妆品 还有保养品去发展 因为我们想 我们既然拼不过大品牌 那我们就用其他的 小众的方式 用一般消费者 他喜欢的东西 然后我们去贴近他 这样对我们来讲 整个发展可能 未来会比较好一点 好不管是老企业 或是新品牌 要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就一定要不断的进步 我想请问陈总监 你认为企业转型 数位转型的下一步是什么 那Cyberbeats提供的 一站式新零售解决方案 可以为传统企业 提供什么样的未来愿景 好我想 数位转型 接下来呢 就是要做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要打造 整个新零售的生态圈 第二个就是要 要拓展海外的新市场 那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说 就是数位转型 就算是做的再成功 一个企业的这个力量 时间和资源 还是有限的 所以Cyberbeats 我们在去年 也推出了APP Store 那里面呢就是包含了 各个的行销科技的 这种厂商进来 提供更多的服务 然后让我们的用户呢 用了这些服务 能够更好的来去发展电商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像会有一些是 做这种串联网红 让网红来帮忙带货 能够让货卖得更好 或者是说另外像是透过 像大家知道 常常看直播的时候 看直播的时候买东西 有时候如果要输入一些 很多很复杂的资讯很麻烦 你只要上面写加一 基本上就可以成立订单了 对于是像这样子的行销科技 我们希望我们在我们的 APP Store后台 把这些全部都统整在一起 能够让用户用得更方便 另外也让我们这些行销科技的 这些合作伙伴 也可以在这样的生态圈上面获利 另外也可以让消费者 在购买的时候 购物体验更完整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三营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也是我们努力 在打造的新零售生态圈 等到生态圈成熟了 数字转型也稳定了以后 接下来当然就要开发新的市场 所以这也是我们Cyberbase 今年要推出很重要的计划 就是我们会带着我们的用户 前往海外市场 而且不单单只是做跨境而已 我们是会协助我们的客户 到海外的当地的市场去落地 那会去串接整个金物流等等的 然后在当地开设 当地的品牌官网 可以收集当地的这些数据等等的 那我相信说透过这样子的 我们基本上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降低我们台湾的企业 到海外的门槛 那我相信说以照我们MIT的品牌 如果是跟其他的海外的当地的品牌 在同样的起跑点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MIT的品牌 绝对是最出色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Cyberbase 一直在强调的 我们要打造一战级世界的这样的服务 好对传统品牌来说呢 在过去真的很难想象 顾客不上门就能够做生意赚钱 如今靠着数位转型提供一战式的 新零售解决方案 吸引更多的网络客源线上消费 即使面对疫情冲击 业绩却是不减反增 但是还能够逆势的往上成长 好今天再来谢谢廖总 还有张副总跟陈总监的分享 遇见大人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